在著名的中国古代文献淮南紫中, 记述过古代的一个重要天文现象, 天青西北, 故日月星辰一焉, 地步马东南, 故水疗尘埃归焉, 他告诉我们, 我们所在的地球在历史上一度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故, 事后幸存下来的地球人那时发现, 夜晚许多星辰同平时正常情况相比较, 向西北方向发生了一味, 感觉就像天空朝西北方向倒下去一样, 而在相反的东南方向地平线上也出现了许多平常见不到的新星, 就如同是东南方的大地线下去了一般, 拨开历史的隔膜, 我们能够感觉到这是典型的地轴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偏移的现象, 地球磁场不是永恒不变的, 整个地磁场曾经发生过颠倒, 南磁极与北磁极曾经被换过位置, 这种现象被科学家们称为磁极倒转, 在地球的生命史中, 磁极倒转现象曾经多次发生, 仅在近450万年里, 就可以分出四个极性不同的时期, 纵然是在同一个时期里, 地磁场方向也发生过一些历史较短的极性变化, 地球磁场的这种极性变化, 同样存在于一个古老的年代里, 从大约6亿年前的德韩武季末期, 到约5.4亿前的中韩武士, 是反向磁性为主的时期, 从中韩武士到约38亿年前的中尼盆世, 是正向磁性为主的时期, 中尼盆世到约0.7亿年前的白恶寂末, 又是以正向极性为主, 白恶寂末至今, 则是以反向极性为主, 地球磁极的变化, 必然会导致地球表面海洋和陆地的剧烈动荡, 淮南子中所计数的现象,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, 有专家认为那是一颗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, 或是地球在捕捉月球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力, 使地球上的海水涌向陆地造成的动荡, 因为即使一颗直径是月亮五分之一的小行星, 从地球37千米的地方通过, 地球也会发生比普通涨潮大十倍的汹涌波涛, 海水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大陆, 吞没广大平原和低洼地区, 于是曾经讨论繁盛, 生活着各种动物的广大地区, 变成了冰河水的世界, 在地球旋转轴发生一味时, 地球运动的巨大力量, 也引发了地壳的一些异动, 导致地震, 火山活动十分频繁, 世界各地原始民族的许多传说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一点, 如传说中古时候支撑天地的天柱突然倒塌了, 大地的基础在颤动, 天开始向西北青岛, 星辰都改变了各自的轨道, 还有西方关于大西州的沉默, 中国传说中东海的五座仙山成了两座等等, 相似的技术也在旧约Nedit, 创世纪第七章中出现, 旧约中有这么一段审熟能详的文字, 有一天大约的源泉都裂开了, 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, 连续着又大雨降在地上, 水势浩大, 天上的高山都淹没了, 地上的生灵都死尽, 只有诺亚, 因为事先得到耶和华的指点, 造了方舟,求得生存, 诺亚和方舟所宰的畜类, 飞哥就成了地球上的再造父母, 类似的洪灾故事也出现在古代亚树人写的泥板上, 这块泥板保存在亚树国王亚树巴尼帕仪式的藏书楼内, 他从公元前669公元前626统治亚树王国, 1872年, 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发现了已成碎片的泥板, 他重新拼合了泥板, 并发现泥板上有着与圣经挪亚故事非常类似的部分内容, 在已达5000年历史的古尔戈美什史诗中, 以及肖威夷人和中国人的传统故事中, 这些故事内容都非常相似, 因此专家们认为, 他们描述的是同一次洪水, 而这次洪水在公元前500年以前的某个时间, 曾淹没了整个世界, 有些传说讲述到猛烈的暴风雨, 被窥在山峰上的船舶, 被卷人大海的城市, 以及逃到高山洞穴求生的人们,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关大洪水的任何细节, 但看来好像是发生过一次巨大的自然灾难, 或许是几次, 古代人对灾难的记忆保存在他们的传说中, 一直流传至今, 成为今天我们文化和文学的组成部分, 然而, 科学家们经过考证发现, 在地球史, 人类史上, 确实曾发生过全球性的洪水灾难, 汹涌的洪水曾经猖狂地将大陆淹没, 致使桑田沦为沧海, 随着斗转星移, 海水逐渐退去, 沧海又复变为桑田, 想象着那种天翻地覆的沧桑之变, 人们不禁有些惧怕, 于是, 人们不禁会问, 这种毁灭性的洪灾, 海境还会侵袭人类吗? 据最新卫星图片显示, 位于印度洋北部的马尔代夫共和国, 有一个数平方公里的小岛悄然消失, 对于由1196个岛屿组成, 平均海拔紧1.2米的岛国来说, 小岛的消失或许是一种不祥的预兆, 科学家们立即想到, 它可能与海平面上升有关, 而海平面上升便意味着这个岛国将受到严重威胁, 与此同时, 科学家们也吃惊地发现, 肥沃的尼罗和三角洲也在持续下沉, 作为埃及的精粹之地, 它的下沉立即惊动了埃及政府, 经过实地考察, 专家们一致认为尼罗和三角洲的下沉, 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, 但有一条重要原因, 就是与世界性的洋面上升有关, 另一条消息似乎更让我们担忧, 据中国科学院考证, 中国大陆上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也正在不断下沉, 并预计, 在未来的50年内, 球江三角洲濒临的南海海平面将上升50-70厘米, 长江三角洲所濒临的东海海平面也将上升50-70厘米, 这就是说, 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已经悄悄向人类逼近, 科学家指出, 据世界各地170个气象站, 关于地球大气污染的报告, 目前大气象中二氧化碳含量比1880年提高了50%, 科学家估计, 到2020年, 地球气温将比现在升高四度, 倘若这个估计是正确的, 那么, 到2050年, 世界洋面将上升40-60厘米, 假如世界洋面上升一米, 将会出现什么巡警呢? 科学家告诉我们, 到那时, 不仅一些山湖岛国会遭受灭顶之灾, 沿海一带地势平坦的三角洲与河口三角洲, 也会被海水吞没, 诸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, 图瓦鲁, 脑鲁共和国等岛国的公民将无立足之地, 不得不背景离乡, 埃及12%到百分号的耕地, 孟加拉17%的耕地将变成海滩, 印度尼西亚, 越南要完成大规模的居民迁移与安置工作, 美国的陆地面积减少2万平方公里, 这些消息听起来似乎有些骇然听闻, 倘若地球上洪水再次泛滥, 那么, 我们怎么办? 目前人类还不能搬到别的星球的上去, 难道我们就减守代币吗? 其实, 我们或许不必过于启人忧天, 就像与大海苦苦抗争的荷兰人, 他们国土的三分之二陆地是通过维币从大海中争夺来的, 荷兰人是大海的朋友, 也是大海的克星, 居安思维, 人是万物之灵, 人的智慧已经穿越各种各样的自然界巨变, 必将掌握着一种强大的武器, 用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力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